第二題,下列有關時間的敘述,哪一項錯誤? A,一年中各太陽日的長短並不一致,這個是對的 它不一致的原因細節在地球科學的時候教 總之,每一個太陽日的時間都不一樣 B,一太陽日等於86400秒,這個是錯的 前面已經講過,每個太陽日的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並不會有太陽日等於86400秒 是一個平均太陽日等於86400秒,選項B是錯的 選項C,有些具有歸路變化的工具,亦可用來測量時間 如沙漏、肝影等,這個是對的 我們講過測量時間必須要有個規律變化 最好能夠周而復始,選項C是對的 選項豬,連續出現兩次太陽陽角最大值所經過的時間 稱為一個太陽日,這個也是對的 這個的細節說明也是在地球科學的時候教 所以第二題問我們說,下列有關時間的敘述哪一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B,一太陽日等於86400秒 請問然後來我們說,下列有關時間和解決定